气候变迁委员会呢 首次的会议是在八号校虎正式登场了 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 总统表示呢 他说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而能源议题不是反核或是永和的是非题 而是多元的选择题 甚至是多选题 会议是开了四个小时 总统总结 他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确保稳定供电 不排除任何有助于净零的能源方案 包括了先进的核能技术 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永续发展才是朝野不分政党 为国家共同打拼的目标 首场气候变迁对策 委员会会议正式登场 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 也知道大家聚焦能源议题 政府到底对核电态度是什么 能源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 只是反核或永和的是非题 在国家治理中的每一个决策 势必都是多元的选择题 甚至复杂的多选题 对核能存费保有弹性空间 尤其担任顾问的前中研院长 李远哲永和立场鲜明 副造级人佟子贤更是不断提倡核率共存 他说虽然他主张请大家审慎思考核电 对全球气候变迁减缓的贡献 但不应该被误解为反对绿电 只要是任何不排碳的发电 每一度他都觉得很珍贵 这会议一开就是四个小时 找来具指标性的人物出任要职 被认为是替能源政策可能的转向 使出讯号 毕竟牵涉到的是供电的稳定 面临的核电难题 永和反核的拉扯之下 有关能源问题是不是能找到解方 记者小学生台北报道